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是我分配的不太好 因为我不算一个好学生 我经常是在校外 然后有这样的橄榄 后来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他们肯定认为不是一个好学生 就给我一个惩罚 还有我跟老师的关系 不是很和睦 所以我大学毕业那年 当我听到他们给我分配 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很吃惊 因为他们给我分到 黑龙江省加姆斯市的 一个草边厂 去设计草边的图案 草边是做地毯用的 可是我这个专业 和我这届人才 你知道是在中国 是特别去削少 所有的出版社他们都要这些人 因为没有 在我之前没有专业的设计书和画插图的人 我们是第一届 我那时候也想 如果他给我分配一个好的出版社 可能我也去了 可是有各种原因 让一个人去脱离这个体制 第一分配不好 第二我不想到一个离开北京 这是很重要一点 因为我想当画家 离开北京等于就是死亡 在中国离开这个首都 离开这种文化 到别的地方 没有人能理解你 你会死掉 或者你慢慢地会背叛自己 你会觉得自己是发疯了 怎么能这样做 所以当时我不想离开北京 加上他们分配的不好 所以我就不去了 我不去了 我是 区月末 区月末 八月初 刚宣布完这个分配 我就离开学校了 拿我的那个行李 拿我的行李 我认识一个朋友 叫张志 他是学跳舞的 他原来我在学校的时候 总到外面混的时候 他就跟我很好 他们都是一些混混的社会上所谓的 他就是他说他有个房子 在西志门画木林场胡同 然后我说很好 我就背着包 就是到那住去了 然后他告诉我 他说你住在这没关系 我去西藏 我回来我们在一块都住在这 然后我住那以后 他就走了 结果没想到三天以后 那个房东来告诉我 他说这个张志 他已经三个月没交房租了 可是我身上我的钱很少 我有93块派遣费 就是这93块是学校给我的 让我去那个加木斯 去坐火车 去到那儿 去报到的费用 我把这93块钱一半 但是房子不是很贵 可是那时候还是贵 一大半交了这个房租 剩下的钱就是能够我吃饭 差不多有一两个月吧 最后我没办法 就过完了交完房租以后 下一次房租我就不愿意交了 我碰到了当时有几个人 也有花庆 他已经毕业了 他也没有工作 还有这个做先锋画剧的摩森 他一直做这个先锋画剧 他说你来给我做这个舞台美术 他也没有工作 后来我们三个决定搬到圆米园去住 为什么要搬到圆米园 第一是圆米园那是房子便宜 可以租到比较便宜的房子 因为在中国你在这个还没有实行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 房子是不能出租的 就是在城里每个人他只有一个房子 他不能出租 如果你多余的房子被别人发现 你在赚钱 你很可怕 房子会被收回来 但是在圆米园那有些农民私人盖的小房子 已经开始可以出租了 小院子 我们三个去租了一个 在一个院子里住 我跟摩森住一个房子 华庆自己住一个 第二我们选择圆米园 还有他的 是我们刚刚离开学校 我们还是学生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学生身份 这样我们可以在那个北大 去接触那些学生去听讲座 还有第三个重要条件 就是你可以去在那吃比较便宜的饭 因为两毛钱就可以吃饱 去到那个北大去买那个饭票 然后他们的食堂有很多 有七八个 在任何食堂就是两毛五 我记得可以吃饱 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些条件 是我们选择在那 并不是突然就觉得可以到那去 我前面没有人 可以这么说 我和摩森华庆 实际上我们是第一个到那去了 最早 但后面他们说 有很多人在你之前已经到了 写诗了什么 实际上我们并不认识 他们是有房子的 像什么阿仙 他们是在圆满园附近住 他们有房子 我们是真正的住在那地方住 住在那地方住 然后认识很多留学生 他们有的时候也来帮助 帮助我们一些 后来华庆他跟一个 跟一个南斯拉夫人结婚了 我记得他帮助我们很多 他都把他的奖学金给我们吃饭 然后拍画剧 也碰到几个人买我的作品 我那时候第一次卖了一张画 是卖了两百外汇卷 很高 我主要是卖随模画 主要是卖随模画 那种半抽象 半传统的这种东西 然后上面有点汉字的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汉字 后面有个人的形状 这些话有的时候能卖 但是卖的不是特别多 有时候 反正你吃饭是饱一顿鸡一顿 最重要的就是 我跟摩斯文每天早上起来 也不是早上 中午 中午十一点半 起床我们第一想的 就是要给谁打电话 就是谁能到那吃到饭 然后展装给他打电话 说过去看看他 他们那时候 我要跑到那个街上 那个小店里去打那个电话 也会给那个单位打电话 都是有单位的人 有单位的人 他们有食堂 比如到美术报去 然后去找谁装模去 然后他有食堂 说你过来 那食堂也就几毛钱 多加一个菜子娃娃 我有一次我是太饿了 我从那个圆明园骑车子 一直骑到这个东面的二外 第二外语学院我想吃饭 后来我去找那个学生 他就很不高兴 我也没吃着饭 然后我就骑回来了 骑到北大 那么老远 让我今天坐车 我都不愿意坐 太远了 不知道怎么坚持的 从北大骑到第二外语学院 差不多外道通线了 然后饿了肚子又骑回去了 我都瘦了快没有人形了 你看那个温光的 那个电视片拍的我 就是一把骨头 因为你一个人离开学校 你开始对付这种 很严酷的生活 因为没有单位和国家 给你安排了 你每一天 你每件衣服洗澡 然后你吃饭 都得想办法 因为这个条件都没有 所以这个可以锻炼人 这个能力 我刚住那时候 我跟摩森住那 警察管那个片警 警察总来找我 他也很奇怪 因为他观察我们 好长时间了 没有人去在外面租一个房子 两个年轻人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原来警察发现我是在画画的 然后他就过来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 哎 张大力 他在套我的画 说张大力 他说最近邻居反映 他们丢了鞋和衣服 我说我可是大学毕业的 我不会偷什么鞋和衣服 他说那你怎么生活 他也很奇怪 我给他看我画的这些封面 还有这些小的插图 想打消他的疑虑 要不然他总在监视我 就变成他们那一片挺重要的 突然来两个年轻人住在那 因为中国刚开始有这个盲流 他们叫我们是盲流 盲流是盲目流动的人 他们谁一开始说盲流 盲流是在报纸上开始说 是一个很贬义的 就说这些没有工作的人 他们到广州去买衣服 然后到北京来卖 或者买在香港那边 弄一些录音机 然后运到北方什么地方 再赚钱 就是盲目流动的意思 但是很少盲流说文化人 所以第一次他们说 我们盲流心里很不舒服 我觉得这种 最后这个盲流 变成一个盲流艺术家了 美术报啊 或者什么这种 他们拍的片子 搞我们叫盲流艺术家 也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词汇吧 我觉得这个词汇挺好的 就是盲流 所有的盲流是什么 我不认同你给我安排的生活 你讲你的生活这么好 那样好 我不想做 我想走我自己路 我想按照我自己的要求来生活 在别人看来 跟你安排的一个人 就是你是盲流 因为你是盲目的 你没有目标的 可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有目标的 因为我想我们的开始 完全是在我自我的控制之下 再慢慢地往前走 而不是被别人控制